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你和我一样有过这种经验 一件起初看起来会让自己开心的事 最后却反而让自己痛苦 比方现在大家都在热议iPad和iPhone 假设我想我也可以拥有一件 必定会很快乐 于是我高高兴兴地跑去排队购买 结果排队时被人插队踩到脚 日晒雨林终于轮到我了 却说卖完了 我可能因此变得好生气好愤怒 原本想要悦记的事 结果变成瘧记 我还认识有些人 一辈子都活得很难过 总是记得十年前 某某人欺骗他伤害他 或是某些童年阴影 让他很不快乐 其实他仇恨的那些人 有的说不定早就不在人间了 剩下的也早就不再来往 发生的事早就变成历史 真正让这些事情过不去的 其实是这个人自己放不下 这时这个自己就变成封锁自己的牢笼 他被关在那些难过的记忆里面 太在乎自己要求的正义没有获得 补偿没有实现 他想用怨恨来补偿快乐 却离快乐越来越远 你看我们变得和追求快乐的目的背道而驰 往往是因为没搞清楚 那个想要取悦的自己究竟是谁 它是哪部分构成 或是糊里糊涂 把父母 老师 朋友 甚至大众传媒告诉你的需要 不假思索地当成自己的需要 或是固执地认为 应该坚守一个理论上 不应该改变的自我 把自己变成自我的囚徒 所以我常觉得 放弃自己这个概念时 说不定会快乐很多 轻松地多 和自己保持距离 才能找到你自己 我们常常要透过别人这面镜子 才能了解自己 但既然是镜子 就有可能变形或扭曲 这时我们要靠自己敏锐感觉 看清楚自己 每当你觉得快乐或不快乐 满足或不满足时 你都清楚地跳出来看一下自己 这时被刺激被满足的究竟是什么 我需要这样的满足吗 人的确很难认清自己 我有常常问自己问题 离自己有点距离 你才能清楚看到 那个状态下的自己是什么 拿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来说吧 上个月我到北京工作 刚到第一天 正在准备第二天 一场千人的盛大活动 家人忽然来电话告诉我 我从上大学起养了17年的猫 小吉忽然死了 那一刻我脑中一片空白 毫无意识地猛然站起来 小吉像我的女儿一样 跟我很亲 从小就会爬到我的毯子上来睡 我一直看着他长大 我连这好几天都摆脱不了那种空白 不可一直地想象 他最后倒在地上的那一刻 他可能拼尽全力地发出最后的哀鸣 亦或疲惫已急地沉沉睡去 生命究竟是什么 那句躺卧的躯体 分明就有小吉的样子 但他比起之前 爬得起来的活物 到底少了些什么 或者多了些什么呢 我很难过 就像失去了一位亲人 慢慢我开始思考 我究竟在为什么难过 也许我难过的只是从此失去某种习惯 比方我以后再也不能回到家的时候 用一种特有的声调呼唤他的名字 期待他的出现 晚上睡觉时也再不能期待 他跳到我的枕头上 用他的小脑袋顶我的头 没办法在我的衣服上找到他的毛 这些东西我知道以后不会再有了 我发现难过的其实并不是失去这个伴侣 而是失去了我自己身上的某种习惯 为有什么事情你从此不会再做了而难过 就是一种很强烈的执着 会让你不快乐 快乐不快乐都是背后有一只手在推你 我们常常会为失去的东西难过 但最好玩的是 东西还没有到手 我们往往就已经开始担心会失去它 其实你没有得到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你的 失去的东西也不是你的 用佛语讲究是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就像我的猫它离开了 它就不再是我的了 我未来会得到什么 它也还不是我的 我干嘛那么揪心它 人最痛苦 好像都在为已失去和未得到而纠结 对现代人来说 爱情也常常是喜悠参半 我们听过太多女人为男人而心碎的故事 也听过太多男人为什么花心好色的理由 甚至有人对此提出生物学理论 但我想说的是 人并不是自然的囚徒 人有能力摆脱本能的束缚 我们今天所有的道德规范 都来自对自然本能的约束和否定 我承认在花心这个问题上 男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理由 甚至有客观理论支持 但这些都不表示 可以成为一个借口或必须发生的事 在爱情世界里 男人对女人的误解 女人对男人迷思 也许的确有很多客观事实依据 但我相信 都是有能力去改变这些东西的 在爱情中往往越没有自己越快乐 太强调对自己的满足 是欲不是爱 欲望这个东西可怕在 它永远满足不了 好比买车 有了劳斯莱斯 还希望有不加底 还需要纯个人定造 搭飞机搭头等舱 不如买四人飞机 你会发现 这个过程永远无法满足 在爱情里也是这样 如果你总想满足自己 你就永远不会得到终极满足 当你越不能放下自己 投入像冒险一样的过程里面 你才开始快乐 越不期待目的 越能得到意外惊喜 我们常说 生有芽而知无芽 于是常常有人要我开书单 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 多读有用的书 可我总觉得 读书到底有用没有用 我没有办法帮别人回答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 一些起初看起来没有用的书 有时却会变得很有用 这个有用是超出 你原先想象设定范围的 我这辈子到现在 拥有的或者获得的 最巧妙的想法 恰恰都来自读之前 没想到他给我带来的 这种用处的书 我们总希望做的每件事 度过的每一个时刻 都要有用 于是不再留时间散步了 不愿意坐在窗下发呆了 换句话说 我们不闲了 这样其实少了很多 孕育灵感的机会 当我们失去这些机会 人就不太会有大变化 很难跳出原有的格局 好了 今晚的内容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栏目 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 枕边经典 枕是枕头的枕 边是旁边的边 就可以搜索到我们 我是应由 让我们再下个夜晚 不听不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